台军道国手也是大家的国民女友罗嘉玲 在57公斤级16强战中对战2018年 亚加达亚运铜牌黎巴嫩好手奥恩 原本以为去年世锦赛就交手过 能够复制贴上抢下8强门票 但因为负伤上场止步16强 赛后甚至一搏一搏的走离开 这是罗嘉玲睽为8个月的首场国际大赛 双方交手首回合前一分钟双方都没得分 最后30秒罗嘉玲尝试后脚了两波攻击 但都没能成功 随后对方倒地出界犯规 但他们的教练提出申诉 脚有踢到罗嘉玲的头部 这回合最后时刻刘聪达教练也提出挑战 第一回合2比4让出 进入第二回合 罗嘉玲尝试上端攻击没得手 反而被对手击中上端 0比3落后随后追回两分 最后还是无力逆转 以2比3连续两局 最终积分0比2败阵 压力一定是有的嘛 那就是也希望就可以带着所有台湾道 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力量 然后去征战巴黎奥运 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大家 还是可以为我们加油 罗嘉玲赛前就说上回冬奥比较放松 这次压力增加 再次站上五环殿堂 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少点焦虑 但超过半年重新站回比赛场上 对罗嘉玲来说 其实有好有坏 以不好的方面来讲 就是你可能这半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那你可能少了一点对战 实际对战的状况 其实好数的话 也就真的是如您所说的 就是怕 就是不用 不会让对手去做到情手 就是像那时候教练 有去牙锦赛做情手 从哭不停到二度战下奥运舞台 23岁的罗嘉玲 是巴黎奥运台湾唯一的台拳道代表 尽管直播16强 能否有败部复活 只能期望对手奥恩挺进金牌战 我们才有重返机会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